Hello 大家好 我是丁丁 今天要来帮这位观众带卖一下变怪妖帐号啦 那卖帐号的原则很简单 我会先介绍这个帐号的机体 然后介绍它的装备 以及介绍它未来 我认为可以稍微成长的地方 那最后我们再告诉你们如何去谈这个帐号 首先第一步我们先看一下这帐号的机体 89等53% 敏捷97 然后面板伤害是204 命中301 远报14% 回避94 減免53 以及55%的晕命 跟115%的抗晕 看一下它的能力值万能药 一般万能药18罐 哈佛万能药473点 算是蛮多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收集品 收集品的部分 7168% 算是中上阶层 那为什么这么高呢 是因为它 我猜测它原本应该是近战转远攻吧 因为它远近收场都有加 来看一下 远商23 远命33 然后近商23 近命34 等于说它是 这个帐号是 玩远玩近都可以 刚好它是神话变身嘛 外加变怪 等于说是万能型的 你之后妖精玩力了 你想要转近战 可不可以 OK了 远近都可以 然后减免是9 力量11 敏捷11 智力12 好 收集部分算是蛮优秀的 中规中矩 但是应该说中上阶 中上阶承受集品 然后再看下一个 变身卡池 变身池的话 金变2 神话加变怪 然后传说5张 卡池王屠龙者配阿顿 然后有月之之一安 红变的部分43红 其中9张觉醒123456789 9觉醒 然后有这支潘朵拉跟真实骑蓝 蓝变的话也很满 103蓝 最后只缺2张 一个是艾尔芬跟拉斑 绿变满 然后看一下娃娃的部分 魔娃娃娃 紫娃4张 卡池王死骑 打架王恶魔 以及电弓王冰女 红娃的部分16红 狼娃的部分23张 绿娃满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文样部分 文样部分 伊娃11 18 火文样17 24 马普勒14 21 沙哈10 15 格兰肯 16 英海萨 19 好整体来说的话 也算是公盘半圈之上 其中这个帕拉格里 算是蛮有机会 进入满圈的一个阶段了 因为他已经强化17次了 剩下3次的点数大概是 12万 对不起 13万点左右 你稍微努力一下 是可以 有机会达到满圈的 有机会洗到满圈 不是打断 你洗到满圈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守护性部分 守护性的部分 我们从咒词开始看吧 咒诗 下路开到了致命恐慌 上面开到那个寒冰树 然后阿顿的话 下路开到那个 第二个技能 恢复体能 上面开到伤害加1 施量的部分 然后下面开到 三重减免加1 然后下一格 远伤减少1% 开了一次 上面开到昏抗加2 下一格 昏抗加3 开了4次 格力特部分 开到第一格 致命射击 在熟练度部分 熟练度的话 目前是等级4 开了4排能力值 这个是还有洗的空间 因为我觉得 它的能力点还有很多地方 可以 可能洗单色系 或者洗 更多的2 都可以用金币洗就好 洗出更多来 然后看下一个 绝位部分 绝位目前是骑士1 最后看技能卡 它的技能部分 金记0 然后子记的话满 其中精灵之晕重复1 然后红记部分 是九红 然后觉醒的部分 鹰眼精神 已经帮你升到满等了 很不错 再来看一般的白记部分 白记部分 的话 帕帕帕尼把那个 三重指跟魂体基本盘 都写到等级3了 等于说它只剩下子记 还没有任何的提升之外 其他都已经提升满了 那你说子记 他我也是不建议把这提升上去 未来我 如果是我的话 我想拼经济 因为你重复1了 然后你这边 他有留300多万的 名誉币给你 你下一次如果出300万 技能对话 你再换一张子记 再合一次经济 赌一次 我会选择这个方向 因为紫合金是11% 所以赌这个机率是 比较有希望 比较有梦想 最后我们看一下 TJ部分 TJ的部分 他的TJ是有金 有金变TJ 但是没有金瓦TJ 金变他两次失败 但他这个是合成合出来的 等于说他之前 有失败次数还在 他都是合到金变 居多 然后失败两次都还在 所以你这是 如果年度TJ的话 用长期TJ的话 他是可以直接 再金TJ一次的 娃娃的部分就没有 娃娃的部分 目前就是有 合金的潜力 但是还没有到 还没有算是有金变TJ的门票 因为还没有合过 他现在有重复一的 重复一指 冰女 然后他的合成 目前是 五次指 然后金色没合过 等于说你下一次可以拼拼看 娃娃的部分 然后他如果合到在封锄1 你可以拼拼看看金挖的部分 然后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账号 我怎么看待他 他基本上 他的卖点在于金变 以及他的 变形怪的稀有度 那搭配上加装备 装备看一下 装备的部分的话 他装备有一半以上都是柯英装 所以这个你们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加9 祝福的梦工 可以 加7祝福只端头盔 可以 加7骨皮 可以 加5祝福黑豹皮披风 加7祝福神圣敏捷静甲 可以 加5祝福古龙皮肠靴 加5祝福守护的手套 可以 加7祝福神圣经盾 可以 双大敏戒都可以 祝福沙哈项链 祝福欧集王腰带 祝福敏捷手环 还有这个 这个算是蛮稀有的 加6祝福敏捷福斯 敏捷福斯加6能力有什么呢 敏捷加4 远商加7 远命加7 无视远商减免加5 能力值非常优秀 他甚至超越了一般很多金装的能力值 对不起更正 紫装的能力值 再来 加2祝福自立扶持 还有多一条变怪手顶项链 刻印的 然后他饰品非常的优秀 有加5英雄内衣 敏捷的 加7敏捷肩甲 加5祝福官徽章 两颗加7英雄戒指 其中一个祝福 三色耳环都加7祝福 分别是黑耳红耳以及蓝耳 然后加7祝福守护印章 跟加6祝福回复印章 加5祝福光之英雄手环 也就是说他有1234567 有7有7个饰品是可以存仓转给分身去练功用的 整体来说非常优秀了 好那这个账号 因为他之前你看他们有一把乌公 他账号装备有拆卖 有稍微拆卖过 所以他剩下的账号装备已经没有那么多 那你如果要提升的话 我会怎么看待这个账号呢 你要先知道 这个账号并不是所谓的顶级账号 所以他的价格也是属于 以变怪的变怪区间的价位 那他账号如果你想要提升的话 提升什么地方呢 我会建议提升运命的部分 运命跟运抗的部分 可以再稍微提升一点点 首先你运命 如果有本钱的话 你可以换两颗死产戒指 但我会建议 先基本盘就好了 运抗的部分 你换两颗阿努比斯戒指 多10%运抗 运抗会达到125 基本上运抗130 就已经是到达了大多数 上层纸变 然后小金变的门槛 因为顶级的账号 大概运命运抗 运抗部分可能都到140或150以上 那130左右的运抗 已经算是 大多数战场都可以通用的部分 然后看一下这两个戒指 阿努比斯双阿努比斯 大概价位14000转到16000转 可以换到两颗阿努比斯戒指 手环的话 有预算的话 可以换那个恶魔手环 多5%运命 你的运命就会来到了60% 然后前面这页的话 我基本上建议 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换的 只有盔甲 盔甲可以考虑换一下地龙或水龙甲 看你的预算 换完之后 你的挂机会坦度会更稳 多地龙甲的话 多减免 然后你可以挂在南区 就是一望南区 就算你现在什么都不换 这个账号 奥塔1到10楼 信念塔1楼 然后星图1 12船 基本上你都可以挂得住 那星图3船之后 信念塔2楼跟大师地图 就没有办法单挂之外 其他地方基本上 90%的地方 天团M的地图 你都可以轻松啪啪照 也是一个残卷机器 等一下可以看他们残卷的效能 收集米部分 你就到外上 因为他的他已经算是点的蛮多 但虽然还有成长空间 不过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基本上这账号买来 顶多就是把装备稍微小换一下 就可以玩很久了 89级53%慢慢练就好了 那看一下他这个账号的潜在强度 他基本上都是个残卷机器 每天挂机就残卷 然后自给自销 自给自主慢慢残 慢慢残 他都是挂9楼 所以9楼会打到9楼卷跟10楼卷 算是还是打 以妖精来说的话打得蛮多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账号的价位多少呢 开价190 他的价值在哪边 价值在于变怪 我讲一下为什么变怪很稀有 原因是因为变怪 大家都知道变怪在战场上面 跟在一般扫接情况下 还有你们的那个平常在喜分的情况下 他是一个很好用的变身 加上未来韩版 我们众所皆知 韩版的TJ已经开始陆续的减少了 他就算有TJ 也就是给单一性的TJ 比如说这一次 这一季 不要说这一次 这一季他给的是饰品 下一季只给装备 他不像以前一次就给两三张 让你大家换好换满 所以现在我们自从轻变出来之后 他的合成几率已经没以前这么漂亮了 第二个是TJ的数量减少 所以造就结果就是金变跟变怪的产生频率下降 没有像以前这么频繁的诞生 每一次TJ就出好几支 所以变怪相对来说是相当稀有的 他这个账号目前主要的情怀就是卖他的饰品跟变怪的稀有度 那账号主人说开价一百九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谈 欢迎来谈 有谈有希望 你如果心目中有个价位 你想来谈的话都欢迎 想谈的人 右上角QRcode撒上去 因为我有那个群组我有设暗号 你的暗号只要打变怪妖帐号加加 我就知道你是来谈账号的 我就会把你拉群组 再把你跟账号主人拉 一个聊天室你们自己去谈 那谈的过程你想谈多少随缘你们自己谈 我不会过问 你们谈成功恭喜你们 谈不成功也不要伤得和气 就再再多看账号就好了 好啦那这账号就到这边 如果你对此账号有兴趣的话 欢迎加群组跟我说啰 好我是丁丁 我们下次有好账号 我们再继续推荐下去给你们啰 大家拜拜